那么今天的话呢给大家讲的一个案例呢是这个这个面试试题啊一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旅游平台啊这个网站的话呢我还是再发一遍啊我这里已经发了四遍了啊发了四遍了你们记得打开一下啊那这个的话呢是我们今天要爬的一个网站啊我们需要的一个数据内容呢是这个里面 里面的一个标题啊里面的一个标题还有这个评论啊还有这个地址啊包括他的一个电话那这个这些内容呢是我们今天需要的啊如果大家嗯怎么说呢不知道大家的一个基础情况是怎么样的啊我还是再统计一遍好吧今天有没有这个零基础的同学啊有的话呢可以在讨论区里面刷朵鲜花好吧扣朵鲜花应该很方便吧 啊发现得很很懒啊很懒啊懒得不愿意打字啊 OK啊然后对于爬松案例的话呢首先大家还是先要去明确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啊爬松的话呢它是去批量的采集 咱们这个互联网对吧咱们这个什么的批量采集咱们这个网络资源对吧啊互联网的一个数据那这个数据的话呢我们主要把它分为四大类嗯首先我们今天采集的这一类是属于一个文本数据好吧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音频啊 有的应该听过啊应该呃在昨天晚上应该已经听过一个对吧还有这个我们收到的一些图片内容啊一些视频内容啊这个是我们爬松会帮助我们去批量采集的一些信息呃当然今天的话呢我们采集的是一个国外的网站啊那首先的话呢我们还是同样要对这个网站呢进行一些最基本的一个分析啊 那这个分析的一个思路啊这个是必须要的对吧那我们既然要去采集这个网站的一些数据那这个网站我们得去摸清楚对吧得去熟透它那首先的话呢这个步骤我们就就可以先略过啊因为你会发现在我们这个网页当中呢其实我们网页啊给大家讲一下吧关于网页啊网页的话呢一般分为呃静态跟动态 好吧一般分为这两种呃那么什么叫静态网页呢举个例子啊像我们现在爬的这个网页它属于是一个静态网页那静态网页怎么去区分呢啊来吧好吧右键啊叫大家可以右键点击这个查看网页元代码这个网速有点慢啊大家稍微忍一忍啊没办法好吧举个例子啊像你现在的话呢可以把这个标题 给它复制一下看到吗可以先复制一下啊然后呢等它加载完之后的话呢可以在里面去找 等它加载完之后啊可以在里面通过Country F去找一下这个标题看到吗如果说它能够找到你可以看到啊它能够找到这些内容 但现在还没有加载完对吧还没有加载完但没关系啊它可以找到这个内容那就证明着啊现在我们采集的一个网页呢它是属于是一个静态网页 那为什么啊你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标题那证明你现在找的是一个静态网页好吧那那既然是静态网页的话那我们去对它就可以直接干嘛呢就可以直接去访问这个这个网站 明白吗我们就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就可以拿到我们所有想要的数据内容 懂吗啊但是呢我们实际上需要的一个网页内容需要的一个数据呢其实是它 对不对实际上是这个里面的啊这个详情页对吧属于是一个商家的一个详情页啊就相当于你们去 自由老师去买这个娃娃一样对吧啊去点击这个淘宝啊然后呢去搜娃娃然后出来很多的娃娃对吧但是呢你要去 选择一个选择一个这个这个这个详情页啊你要点击这个娃娃的一个详情页去看看这些比较细的一些东西对吧怎么说这个娃娃软不软啊对吧像不像真人啊这些玩意儿对吧这是它的一个详情页啊那对应这个详情页的话呢首先还是一样的道理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详情页啊详情页的一个网源代码同理啊你如果说要分析这个网页它是一个静态还是动态的也很简单 对吧打开这个详情页对吧然后的话呢右键啊右键点击这个查看网页元代码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呢你去Country F去输入这行输入这个内容你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的数据它就在这个里面对不对啊我们想要的数据它就在这个网页元代码里面那就证明着现在对吧就没错了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静态页面对吧啊那有些人可能会问啊那是动态页面又是什么呢啊那又反反其反其道而行对吧很简单那如果说举个例子像你现在的现在网页上面的一些数据对吧你想要的一些内容 在这个网页元代码当中你找不到那证明着现在的一个网页它是属于是一个动态页面对吧那动态页面的话呢就按照我们昨天晚上讲的一种方式去进行一个抓包 那我就不去讲了好吧动态跟静态页面其实都可以使用一个方式啊所以我们昨天晚上讲的这种方式但我今天的话呢我就由于这个网速的一个原因啊我就不去多讲好吧OK啊然后的话呢呃对于我们今天这个页面的话呢其实就我们的一个思路就很明确了啊思路就很明确了首先的话呢我们先访问到这个类似于是一个商品列表页面对吧 类似于是一个商品列表页面啊那首先第一个步骤我先来到这个列表页面去拿到所有啊所有啊还是举这个例子吧对吧所有娃娃页面的一个嗯详情页链接地址对吧拿到最后的话呢我再去批量的去一个一个去看啊一个一个去看好吧OK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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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怎么 哎呦我手键了啊还好还好啊这个速度还算可以好吧然后呢首先第一个步骤我们是去访问对吧访问这个餐厅啊这样这个就不是娃娃了啊好吧餐厅的一个列表页面然后的话呢对吧在这个网易链接里面呢拿到啊拿到所有的这个嗯详情页的一个链接地址对吧然后呢 然后呢接下来干嘛呢对吧访问啊访问啊访问所有的这个这个详情页链接对吧去获取到我们想要的数据地址数据数据内容吧好吧能理解这样的一个思路吗同学们能不能理解来能理解东西可以消毒一啊或者刷头鲜花可以吧 老师等一下可以讲一下怎么爬从爬到数据库吗我没有准备数据库啊我没有准备数据库而且我也没有准备这些东西嗯算了吧好吧可能你我感觉你现在在做闭设啊我感觉这个邱情侧的同学啊在做闭设对吧要对接数据库 是吧我们又猜错吧我给你数据库我不要啊我不要啊大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公开课的一个电脑当中是没有这些没有这个数据库的一个东西的没有数据库的一个环境啊我就不好去给他去演示好吧然后的话呢这个数据库的话呢也不是一节课能够给他去讲完的啊 因为今天内容会比较的多啊没有办法一节课讲这么多好吧阿里云数据库啊我自己有数据库啊我有数据库啊我有那个腾讯云的啊但是不想给他讲啊好吧懒得讲啊不是啊 不是懒得给他讲啊不是懒得给他讲啊是这个确实没时间好吧如果说大家真的想听这个数据库啊也许我可以挑某一天的下午给他讲一节课但是今天不行好吧但是今天不行啊然后这个分析网站的一个思路呢给大家去讲呢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步骤好吧 0.5啊0.5好吧然后这个其实就你理解这个思路就可以了啊你你想一下啊按照这个目的去做好吧那我们今天需要的数据呢是在这里面对不对 啊是的在这里面在他的一个详情里面你看吧但详但仔细的啊我们来到这个另一边它是没有这个数据的对不对他没有这个电话的也没有这个地址的是吧没有这些东西但我们想要怎么办呢对吧我们就只能去访问他的一个详情页对不对 明白吗那所以的话呢我们就首先第一个步骤需要拿到所有详情的链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去逼让访问呢对吧不可能说你链接都没拿到啊然后你去网站上面一个一个去点击吧对吧你就算按照你去点击也是一样的你没有这个详情页地址你怎么拿到所有的一个数据呢是不是那所以首先第一个步骤是拿到所有详情页的一个地址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去访问所有链接 去拿到我们真正想要的数据内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步骤啊这样去讲应该好了那么一点点吧有没有好一点点对吧然后然后呢这个是我们主要去分析的一个思路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代码的一个实现啊代码的一个实现代码实现的话呢主要来说还是分为四个步骤第一个发送请求对吧第二个啊获取数据那第三个解析数据 对吧第四个保存数据主要是这四个步骤当然我们今天的一个爬送可能说不是完完整整按照这四个步骤去做的可能说需要稍微分开那么一点点举个例子让我们现在的话呢去发送请求对吧发送请求它的一个含义其实就是去访问网站对吧访问网站啊访问到这个列表页面对吧访问之后的话呢获取数据那这个获取数据的话呢 就是获取数据就是获取数据就是获取的一个什么呢对吧获取里面的一个网页原代码晚上下午下午我多有课啊这个是岔开的啊岔开的有时候晚上有时候下午对啊比如明天晚上的话呢我就是晚上好吧然后呢解析数据啊解析数据的话呢我们就干嘛呢在这个网页原代码当中去提取啊去提取啊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对吧不想要的我给它 那问题来了那问题来了我首先第一个步骤我访问这个网站我要提取什么数据呢对吧我是不是要提取这里面的一个详情页链接明白吗是不是要提取它对吧那最后一个步骤我就直接保存了吗很明显不是的对吧虽然说我们爬中它最基本的一个步骤是一二三四啊这四个步骤但实际上你们自己在做的时候可能说对吧这几前面这三个步骤可能会重复 几个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吧那接下来第三个步骤我们拿到所有详情的一个链接之后我们要干嘛呢对吧也是接下来还是一样的发送请求对不对那这个发送请求的话呢就是访问所有详情的链接能理解吧然后第五个步骤获取数据啊但是这个步骤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起了啊放到一起了对不对啊发送请求并且获取数据获取到这个原代码对吧第五个步骤啊干嘛呢对吧 去解析数据啊这个解析数据就是真正的啊去提取到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内容了对吧就是提取到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了对吧然后最后一个步骤就干嘛呢才是保存数据对不对能理解吧好吧我们主要的话呢今天按照这几个步骤去做好吧好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来导入一个模块啊导入一个request这个模块啊 它的话呢就属于是一个发送请求的一个东西啊发送请求的一个第三方模块好吧那它的话呢可以去帮助我们发送请求对不对啊属于是第三方模块啊那大家注意啊第三方模块的话呢是我们需要去额外安装的懂吗额外安装啊它属于就像你们手机上的一些这个第三方应用一样懂吗啊所以这个东西你不安装你是没办法用的 第二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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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模块啊这两个都是啊都是啊所以说你们需要去额外安装你要为什么好吧然后呢首先我们先实行第一个步骤发送请求发送请求的话呢我们直接使用到这个request点一个get啊点一个get啊 一般静态度的话呢一般静态度的话呢一般静态度的话呢你就直接用点get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把这个链接啊链接内容呢给大家传进来好吧传进来之后的话呢这个uril放进来那这样的一行代码呢就可以直接帮助我们去发送这个请求好吧工资好热啊物业也不说开空调那你脱了嘛对吧 脱了不行吗对吧对吧对吧嗯像自由老师对吧他觉得很热他也喜欢脱对吧像我一般都是瘦着的啊然后实行第二个步骤啊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个步骤发送请求那既然发送请求之后的话呢他会给到我一个响应这好比什么呢对吧好比你 去追女朋友一样对吧你像他啊比如说这个是你你向他表白对吧然后呢他不管同不同意啊他多多少少都会给你一个响应对不对啊都会给你一个响应啊他有没有同意你有没有拒绝你对吧嗯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啊 然后现在的话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Response好吧打印一下这个Response啊现在的话呢这个网速访问有点慢啊所以说我先喝个水啊让他慢慢的去给我们响应啊 这个网速确实不是这个网速啊这个国外网国外的网站确实会有点慢啊 完了啊完了啊完了这个 结束不了了啊 哎呀好慢呀 真的是慢啊 算了吧要不就算了吧 我们就不看了吧好吧 不看他的一个状态了好吧 女朋友没有怀疑啊 这个真没办法啊真没办法好吧 他响应太慢了啊 超级慢我挂着体质都在赚钱钱啊 没办法啊 这个网站他就是这样啊 你只能你只你只能等他 呵 你只能等他 好吧 哎呀算了吧我们不看他了啊不看他了那一般的话呢他访问这么慢啊我估摸着应该是没多大问题对吧那我们等一下后面的话呢就算实在不行吧对吧 你实在是害怕你加一个Headers好吧你加一个Headers就可以了这个就相当于一个简单的伪装啊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刷新将这个完了 还好啊 还好啊这个刷新网页还好啊 他至少还是出来了 对吧 那你就可以干嘛呢 出来一个Response 200吗 不知道啊 我不太清楚 可能吧 也许不是的 但也许是的 这个看你们自己啊 我也没有看到啊 说实话我这个很不荣幸啊 我没看到这个玩意儿 好吧 但是没关系吧 就算他不给我们数据 对吧 我们直接来一个 来一个这个琴头头就可以了 好吧 直接来个琴头啊 嗯 来一个这个 伪装好吧 啊 来一个伪装 这就是一个请求头 然后把这个请求头呢 给他添加进来啊 添加在这个请求里面 好吧 加点东西 什么意思呢 还是自由老师 好吧 还是那个自由老师啊 那自由老师的话呢 他是女朋友 对吧 他如果说可能觉得这个把握不够的 把握不够啊 对吧 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多大的把握能够追到 对吧 那怎么办呢 砸一百万 对吧 砸到他脸前 你给不给我 对不对 对吧 你同不同意 砸一百万 对吧 就算一天 当一天女朋友也可以 对吧 那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对吧 基本上可以说属于是 稳稳的可以成功 是吧 那这个Headers的话呢 我就给他传进来 然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去获取数据 好吧 获取数据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Response里面 其实本来就有这个数据内容了 我们直接点test就可以了 好吧 一个不行 在这十个 何止在这十个 追一百个 一个人一万 一人一天 一百天 对吧 一百天 轮着换 多舒服啊 多舒服啊 对吧 一天一个 一天一个 对吧 这老师还是挺厉害的 啊 会 会断的 会断的 什么意思啊 最后老师是这种人吗 对吧 很明显 对吧 他是一个很正经的人 他不会 做一些非常违规的事情 对吧 除非是忍不住 好吧 除非他忍不住啊 然后的话呢 首先我们去解析数据的话呢 会使用到这个Perser 点上一个Select 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会给到我们一个 TOR吧 好吧 会给到我们一个Select的对象 又在祸害小孩子 你这种就很属于是什么呢 对吧 他能听懂吗 你告诉我 对吧 小孩子能听懂吗 对吧 就是你们这种人啊 对吧 就是你们这种人 带着这个 带着这些小孩子 让他们这些小孩子 听了一些不该听的东西 对吧 但实际上 我说这些东西 他能听懂吗 对吧 你觉得他能听懂吗 作为一个正常的小孩子 他能听懂吗 对吧 本身是听不懂的啊 但是呢 都怪你们啊 让他们能够听懂了 对吧 能啊 你在这里瞎缠什么热闹啊 而且我有说啥吗 我本身没有说啥 是你们自己 想的太多了啊 好吧 是你们自己想的太多了 所以的话呢 心里就会支撑出一些这种幻想 啊 好吧 反正我是比较拒绝道德绑架的啊 你绑架别人可以啊 别绑架我 好吧 嗯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提取他的一个详情链接啊 我们就来一个link的一个list啊 可以吧 会议乱夺 我说资金脸 对吧 嗯 你看 就是你们这些啊 对吧 就是你们这些人啊 成天的啊 成天的啊 成天的在我客厂上开车啊 对吧 带坏别人啊 本身我说的东西是很正经的啊 但是你们就 你们就会把它想歪啊 你们真的就会把它想歪啊 没办法 对吧 好吧 然后这行代码的话呢 可以去帮助我们去解析数据啊 去提取一些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 好吧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去对它去发送请求 对吧 说错啊 就是你们这些围绕不准的人啊 带坏小孩子啊 OK啊 然后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去访问这个详情页啊 就这行代码的话呢 可以去帮助我们提取到这个详情的链接啊 给它解释一下吧 好吧 嗯 像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啊 它可以帮我们匹配到每一个啊 注意是每一个标题 对不对啊 可以提到每一个标题啊 然后的话呢 我们需要的一个内容呢 是这个标题里面的一个链接 对吧 那链接的话呢 怎么提取呢 加上后面的这一串东西啊 就可以提到这个标签里面的一个属性内容 好吧 嗯 这个是提取啊 提取啊 提取标签的属性内容 好吧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这个是提取这个链接啊 这个是链接啊 这个是链接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直接访问吗 不行 啊 很明显不行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这个上面它的一个链接呢 很明显它不是什么呢 不是完整的 对不对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链接 那完整链接长啥样呢 前面还有这么一串东西 对吧 前面还有这么一串东西啊 我需要给它加上来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加上这个link 好吧 然后这个呢 才是一个完整的链接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访问 这样才是对的 好吧 然后再把这个Headers呢 给它加上 OK了 好吧 然后在后面的话呢 会给到我们一个详细的啊 会给到我们一个数据内容 但这个的话呢 我们在后面直接点上一个test 好吧 它的话呢 就是一个detail的一个 HTML的一个网易内容 那这行代码的话呢 就相当于干嘛呢 啊 就相当于我们去拿到了这个网页原代码 但这个网页原代码呢 就是这个详细页的网页原代码了 明白吗 是每一个详细页的网页原代码 好吧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我们再去提取真正想要的一些内容 好吧 然后首先的话呢 我们还是通过这个parsle.select 啊 把这个detailHTML给它放进来 好吧 放进来之后的话呢 会给到我们一个select一个1吧 2吧 好吧 然后呢 再使用它呢 啊 这个名字还是不太好啊 我 取一个另外的名字吧 好吧 这个名字我看起来有点不舒服啊 OK 然后点上一个css 啊 好吧 在里面的话呢 还是去写上面的一个类似的一个语法 然后像这个面试题啊 这个面试题 它其实考的是你什么呢 嗯 考的就是你这个网页数据的一个提取啊 啊 明白为什么啊 考的就是这个数据的一个提取啊 然后的话呢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网页数据呢 呃 我们需要的数据内容啊 其实主要在这里 对吧 主要在这个地方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会看到有三行啊 它其实网页的一个属性内容呢 分为三行 那我们需要的一个内容呢 就在这三行里面 对不对 啊 啊 就在这个三行里面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来到这个 第一个 好吧 来到第一个 先去提取我们的一个标题 啊 提取它 OK吧 那这个标题的话呢 本身就在这个H1标签下面 看到没有 啊 就在这个H1标签下面 所以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去提取它 看到没有 啊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提取它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发现 对吧 它给我们匹配到的一个内容呢 就是这个标题 而且仅有一个 对吧 而且仅有一个 那就没问题 对吧 啊 我们就可以直接干嘛呢 在这里面啊 来一个点它 然后的话呢 注意啊 就现在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它给我们匹配到的是整行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是这一整行 那所以的话呢 我们需要去干嘛呢 对吧 需要提取到这里面的 仅仅是这个标题内容啊 好吧 只是这里面的一个文本内容 那这个文本内容怎么办呢 对吧 我们直接在后面 冒号test 可以吧 就可以提取到这个文本内容 点一个get 好吧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标题 明白吗 OK吧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继续啊 这个标题提取完之后的话呢 嗯 是这个评论吧 好吧 啊 是这个评论 嗯 到这个评论的话呢 就稍微的有那么一类类的小难度了啊 提这个评论的话呢 首先我们先定位到这一行 好吧 首先我们先定位到这一行啊 这一行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前面空文换成点吧 好吧 比较到这一行 然后的话你就发现 对吧 它比较到的是两 两个内容啊 那对应这两个内容的话呢 我们在后面要指定第一个 冒号nth-change 好吧 来一个二 那它可以给我们评论到唯一的一个内容 对吧 然后再往里面去提取的话呢 我们需要提取的是这个 是这个评论吧 好吧 把这个评论拿也拿啊 我应该没记错吧 好吧 嗯 这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这个评价数量啊 提取它 好吧 把这个内容给它提出来啊 然后我们在后面点一个它 对吧 就可以提取到这个评论了 明白吗 嗯 这个就是提取评论的一个内容 评论的话呢 我们它是一个数量吧 C-O-M-M-E-N-T 然后一个Count 对吧 我让它等于这个Detail 点一个CSS 再列进来 获取到里面的Test的文本内容 对吧 获取完之后的话呢 点Get 点Get才能拿到 然后呢 呃 有一个小问题啊 那我们先这样吧 先这样啊 这个我们先不管它 好吧 可以提取到这个内容 当然这里面的一个文本内容 有这么多 对吧 但是没关系 我们先不管它啊 然后呢 像这个内容 我们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没关系啊 有百度翻译 哈哈 有百度翻译啊 现在你看不懂它什么意思 对吧 相当于是它的一个 呃 标签 对吧 打了一个小标签啊 这个我们可以不要啊 这个可以不要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荷兰人 荷兰人 这个也不管吧 好吧 这个也不管啊 我们给它折叠 好吧 这个我们就折叠了啊 往下面提取 对吧 然后下面的话呢 就它的一个地址啊 前面的内容还是没变 我们给它提取到第三个内容 好吧 然后把这个去掉 你就可以看到 它可以给我们比较到第三行 对不对 那在第三行里面的话呢 首先我们提取到第一个啊 提取到第一个啊 里面的话呢 我们来一个点它 好吧 这个你们啊 我估计是绝大多数同学 应该是听不懂的啊 对吧 提到里面的第一个内容 在第一个内容里面的话呢 有个span span里面有个A标签 我们提取到这个A标签 点一个A 对吧 然后提取到里面的一个test的内容 文本内容 好吧 这个是它的一个地址 那地址的话呢 我们用address 好吧 等于这个detail 看不懂 看不懂 但我大受震撼 我真的不是特别相信你看不懂啊 但你要说看不懂吧 好吧 也相当于给我这个面子啊 那就这样吧 好吧 谢谢你啊 我只能说谢谢你啊 然后会有到第二个内容 第二个的话呢 它可以去选择 匹配到这里面的一个电话 对吧 电话的话呢 在里面有一个 那有个这玩意儿啊 好吧 有个这玩意儿 那获取到这个 点这个 然后里面的一个A A里面的一个文本内容 好吧 可以吧 然后粘贴啊 然后这个是一个phone 对吧 嗯 还有吧 还有吧 啊 之前那位 那位把那个面试题 发给我的那个同学啊 还想要提出到这一个 就想提出的东西还蛮多的啊 这网站为啥先生的名字 都用随机制服串 随机制服串 嗯 它可能就是为了防止反扒啊 有这样的一个概率啊 防止被扒啊 可以说是防止被扒 好吧 但还有这个内容啊 还有这个内容 这个 这个是啥我也不太清楚啊 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我们可以翻译一下啊 有翻译在啊 网站 对吧 什么网站啊 这是什么网站啊 真不会 像什么子带ID 类选择器 只有选择这些我都不会啊 好吧 我以为你是假不会啊 OK啊 好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吧 就还有一个城市啊 阿姆斯特丹 我们把这个城市也提取一下吧 好吧 顺便把这个城市也拿也拿啊 因为他的话呢 我看到他好像是把这个城市也拿了一下的 对吧 啊 然后我们要不要提一下 要不要提取一下 我们首先的话呢 还是看一下它的一个构造啊 在这个URL里面 对吧 URL里面的话呢 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啊 有很多很多 嗯 我们要提到的是这一个 不对啊 这个是啥呢 健康脚 我们提到的是这一个啊 这个是属于它的一个城市 啊 就相当于类似于是一个省份城市一样 嗯 像它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看吧 好吧 怎么去提取啊 你们也可以自己想一下 多想一想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提到这个class 对吧 现在提到这个class 前面来个点 啊 那它也是可以比较到唯一的一个的 那提到里面的一个 Li Li的话呢 首先是第四个 对吧 我们来一个Li啊 然后来一个冒号NTH-一个欠记的 提到里面的第四个内容 对吧 第四个里面的一个span标签啊 span标签里面的一个文本内容 好吧 这是一个C体啊 一个城市 就相当于这个什么 嗯 长沙一样的一个省级城市 类似啊 类似 可以吧 我们让它一个C体 OK啊 然后的话呢 就是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玩意儿了 关于这个玩意儿啊 那位同学之前想要去提取的 但是我没有去提取啊 好吧 就这些吧 好吧 就这些啊 包括它的一个评分 评分在这个下面 嗯 我们也可以拿也拿啊 评分在这个下面的话呢 我们直接去提取它来试一试 点 对吧 提取这里面的一个点 fdsd sd x 好吧 这是它里面的一个文本内容 冒号冒号test 好吧 然后这个相当于它的一个评分啊 好吧 我们把这里面东西给它 给它粘贴一下啊 啊 粘贴完之后的话呢 这是一个评分啊 评分score 好吧 然后这基本上的大部分内容呢 我们就已经提出来了啊 我们来一个print 给它打印一下吧 好吧 对吧 以及这个 评论数 然后还有它 地址啊 这是它的一个相当于是它的一个省份地址啊 还有电话啊 还有评分啊 包括这个链接我们也给它打印一下啊 这是当前详情的一个链接 对吧 OK啊 好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网页是一个啥啊 因为它的话呢 也是可以去提取的啊 朋友们 不要以为它不可以提取啊 明的话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在这个网页原代码当中的话呢 呃 我们来可以来搜一搜啊 看有没有这个内容 对吧 它是有的 便只有一个 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去通过这样的一行规则啊 去匹配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 对不对 可以通过它的一个规则 这里面我们使用21吧 好吧 使用21 因为它总共它只存在于那个位置啊 它只存在一个 并且它的一个位置呢 就在 就在我们大家网页上看到的一个内容啊 呦 就在这里 好吧 都是一样的啊 然后呢我们使用 诶完了 好吧 使用21 点上一个final 然后的话呢 首先 对吧 把它的规则给它粘连进来啊 等一下 好吧 在这里面 嗯 这个里面的一个网页内容啊 把它干掉吧 来一个括号 点心问 可以吧 啊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 网页元代码里面进行一个匹配啊 好吧 匹配完之后的话呢 取到里面的第0个内容 啊 这个就相当于 就直接是它的一个 什么链接地址啊 我也不太清楚 好吧 把这链接拿到 可以吧 嗯 然后基本上就没什么多大问题了啊 来 右键运行看一看 就等它了啊 等它的一个网速了啊 哦 哦 是这种啊 相当于是它的一个 餐厅的一个官网 对吧 相当于是餐厅的一个官网啊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等它出结果吧 啊 啊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啊 这个内容我们就拿到了啊 拿到了 是不是 好吧 然后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只需要去导入一个csv的一个模块 然后就能去帮助我们解析数据 就帮助我们保存数据了 好吧 然后像我们下面说到的这两个模块的话呢 它都是属于是一个 呃 内置模块啊 内置模块呢是不需要你去安装的 好吧 不需要你去安装的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就直接使用到这个 位置 open 去保存我们的一个数据了 好吧 啊 取一个名字吧 叫它 后面点一个csv 啊 然后的话呢 我们model等于一个a 追加写入 new nam等于一个控行 好吧 然后的话呢 这个encoding 啊 utf-8 ok啊 然后呢 i字f f点一个ret 当然我们使用csv的话呢 我们是csv点一个ret 传 f进来 好吧 csvret 等于它 等于它 然后使用这个csv点一个ret r 然后把这个内容呢 给它传进来就可以了 ok吧 然后呢 在前面我们来一个简单的一个表头 啊 给它来一个表头 在上面我们来个 ok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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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铺名称 我来给它翻译一下吧 用它吧 好吧 这样的话呢 可以去爬这个单页的一个内容啊 并且呢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保存 对吧 这是最后一个步骤啊 保存数据 当然 嗯 这第几个呢 第五个啊 这里面是第五个步骤 解析数据 对吧 然后最后一个步骤 第六个保存数据 当然的话呢 没完啊 不要以为这样就完了 我们还有这个翻页part 啊 对于这个翻页part 的话呢我们在上面来一个 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规律吧 好吧 来看一下它的规律啊 它翻页是怎么翻页的 首先的话呢 这是当前这一页 好吧 然后我们来翻一页啊 翻到下一页来看一看 看这个链接有没有变化 对吧 翻页的话呢 这个链接是没有变化的 你可以发现啊 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所以的话呢 我们来一个右键 在这个network里面去看一下 它的一个规律吧 好吧 刷新一下这个网页啊 分析一下它翻页的规律吧 嗯 这个是当前这一页啊 然后我先把它 这是第二页啊 朋友们 这是第二页啊 应该是第二页吧 我们来看一看吧 第一页啊 第一页 那既然它第一页的话呢 我把它清空一下 清空完之后 我们来翻到第二页 这是用的一个Jax的一部加载 对吧 那对应这个一部加载的话呢 耶 它的一个规律的话呢 我们来看到这个吧 应该是控制它啊 people 那我们再来翻到第三页吧 这是第三页啊 看一下它的一个规律在哪里啊 来到第二页啊 来看一下 规律在哪里啊 有规律吗 你看一下有没有规律 Jax啊 就叫做Jax 对吧 有规律 对不对 30 60 那对应这个规律的话呢 它就是相当于是翻了一个 诶 对吧 就这个 那要不我们在后面来一个问套试一下 O 等于一个 A 30 来试一试 被从定向了 被从定向了 诶 诶 但是你可以看到啊 我在后面传一个 O O等于 A0 来看一看 看不可不可以到第一页啊 如果可以到第一页的话呢 那种操作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它没有到第一页啊 诶 O等于 A 60 来看一看 好吧也没办法啊 那就是我想多了 也就是说的话呢 我们需要去发送请求的话呢 我们需要去访问到 访问到这一个 对吧 我们能改一改吧 那我之前看它好像不是这样做的啊 我们来翻一下页啊 清空清空 清空清空 翻页 看这个可不可以直接访问啊 那我们访问的网页就变了啊 变成了变成了这个了 但里面的一个内容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啊 没有什么变化的 没有什么变化的 哪干用呢 哪里面的观点子 哪里面的观点 哪里面是沉 �定的观点 哪里面的观点 新建一个文件吧 demo 新建一个demo 然后我们导入一个模块来试一试 这些文件吧 你看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把这个链接给它copy一下 然后的话呢 我不知道提取数据有没有问题 提取数据的话呢 我们也顺便来看一看吧 好吧 给它复制过来 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A0吧 A0 我们要确定的是一个A0 它能不可不可以 确定这个A0可不可以 A0可以 对吧 A0可以 那我们可以提到这个链接的话呢 就没问题了 把这个东西给它复制一下吧 对吧 可以提到这个链接 看到没有 对吧 那就没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它来进行个构建 对不对 通过它来进行个构建 然后的话呢 在里面来一个 Fore循环 Fore 一个Page InRange 然后它呢 从0到这个 多少页啊 总共有多少页啊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可以提到这个链接 对不对 我们可以提到这个链接 这一刻的链接 对不对 一共有多少页啊 这个是啥 以前的 那我们来一下 这个是上一页啊 我们主要看它有多少页 怎么 怎么这么多页啊 完了 我们在后面直接来写一下吧 直接来看一看吧 好吧 刚刚是看到多少页来着 我们在后面不要进行个更改 A0的话呢是第一页 那我们来一个A720吧 720是多少页啊 我们来算一下 10 乘以一个30 等于300 那3000的话呢就是100页 对吧 那我们试一下A3000可不可以啊 3000 还真可以 你搞我呀 这里面多少啊 那6000呢 6000也可以吗 6000不可以了 对吧 6000就没有了 那我到 那我到 多少呢 3000是可以的 那3300呢 3300也可以 楼上不是报名的系统课是什么 关键课也可以听很多知识点啊 7200不可以啊 4200呢 4200呢 4200不行了 那基本上就在那个范围以内了 那么可以的话呢 来一个 3900 好吧 那就3900吧 好吧 那就一直到3900 那3900 除以一个30等于多少 130 对吧 那我们就 拨循环循环到131吧 好吧 然后呢 每30个为一个那个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后面 把这个链接给它换一换 换这个链接 换这个链接 然后在后面的话呢 对它进行一个 咦 哦 不好意思啊 我复制错了 是这个链接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一个配件 对吧 在前面给它传进来 好的 那这样的话呢 就 基本上应该是没问题了 木质老师 你怎么一天盯着我怼 不是 这个它不是怼你呀 很正常啊 对吧 你系统课人来 我们观看听课 又不是不可以 对吧 而且来我们观看课的人 系统课人来我们观看课的 以前也不少 有很多 对吧 就想来看看我 对 对吧 就仅仅可能说是 想来看看我们老师 对吧 也很正常呀 难道不正常吗 然后这里面正在爬取 D 配件 也 停一下停一下 怎么能这样呢 配架加一吧 我都有一点是挺多的 除了爱学习 天天往这里跑 我可能还按助教 因为这个网速 这个比较慢 所以你就只能忍着 好吧 你就只能忍着 没办法 这该词的学会的华冲 让我们相遇呀 可以学会的 你要相信 相信的力量 你可以学会的 好吧 然后我们把它改一改吧 好吧 把它改一改吧 改成这种 面对象的一种方式 好吧 可不可以啊 再改成一个 不会不就是要看吗 对呀 某的问题你改 那种方式 你改成了 我可以学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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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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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同学学一个东西 包括说学爬虫 学术语分析 学这些东西 对吧 很多同学都 是什么情况呢 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 很多人都学书都学书 学了 对吧 学了就 就感觉今天就学了这些东西 就学了这些 这个 我们今天教的一些内容啊 对吧 就感觉自己好像 学会了这个东西 但实际上呢 但实际上你只是知道了 它怎么用 但是你不知道 它的一个原理是什么 包括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吧 对吧 虽然你可能看着 好像 是那么回事 对吧 是那么做的 但实际上的话呢 你们自己去做 就举个例子 像我今天的话呢 如果说我不讲这个课题 你们自己去做 那你们做出来的跟我 肯定是完全是两个东西 你看吗 跟我肯定是完全两个东西 这还是 这还是一种 我都看傻了 对吧 甚至有 甚至呢 对吧 就包括说我们今天讲了 讲了这个内容 把这些内容 全部从头到尾 给你们讲完了 对吧 那你们也不一定 能够真正的 也不一定能够去做完 也不一定能够 跟我做的一模一样的一个效果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很正常 真的很正常 海滨约说 有很多同学很懵了 对吧 下面的代码可以干掉了 然后的话呢 这个就差不多构建好了 构建好之后的话呢 我们去发送请求吧 好吧 来个满台数 然后在里面的话呢 首先新建一个对象 来个大写的踢吧 然后使用它 里面的一个 点一个run函数 去运行里面 把里面要传地址 地址的话呢 就是我们刚刚去写到的 这一个 好吧 后面的这些东西 你看不懂 没关系 我不怪你 好吧 好的 然后 应该就差不多了 有这个detailurl的 传这个吧 好吧 然后还要传个link 这个链接给它传一下 链接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 好的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有没有问题吧 呦 这边报错了 对吧 报错了 无响应 对吧 无响应 就是因为这个网速 真的太慢了 这个网速真的太慢了 它就觉得它没有响应了 对吧 连接中止 然后呢 为了这个 我们先来看吧 好吧 先来看吧 好吧 这个数据没有爬很多 因为它连接会中断 干掉 所以呢 我建议你们在学这个 在学这个Pathlet的时候 一定要明确自己的一个方向 明确自己的一个目的 对吗 这个突然就快起来了 这后面的一个语法还是有一点小问题的 看到没有 我们暂停一下吧 后面的语法有点小问题 啊 对吧,有两个内容。 有两个,对吧,所以这里面要修改一下,修改一下。 想一下什么修改呢,这里来个H可以吗,这样可以吗,来看一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哟,没问题啊,应该是没问题的。 你看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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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就制造问题,你嫌得蛋疼。 我们加一个县城试一试,看能不能快一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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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先slip20 然后客户才会找你说 要优化一下 你再改成slip10 做个人吧 然后这行可以不要了 这行的话呢 由于是多现成 所以这行可以不要了 你们这个就相当于是 把客户当傻逼 把客户当傻逼 没办法 客户也不懂技术 这个也没办法 对吧 他们稍微招一个 有技术的人去看一眼 就知道你做了什么鬼了 然后这个速度 稍微快了一点点 你们能够看到 对吧 还是稍微快了一点点的 好吧 然后这个案例的话 我们就讲到这里 然后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可以提问的 好吧 有问题的东西 现在可以提问 我发现你们今天好像 都比较沉默寡言 你看 你看这个 秦峰老师发的图 你没说话呀 看你们啥都会 真的是比自己学的 全忘了还难受 老师可以加个地图条吗 你这个加地图条 有什么意义没有啊 没有任何意义啊 有意义吗 你要是 你要是说 排一个视频 你加个地图条 还可能说得过去一点 你排个这个文本 我认识你加紧的条 只能说你嫌得慌 你非得说逼格 你真的要非得说逼格 还不如这个逼格高 好吧 还不如你看这个逼格高 好吧 得了吧 你们要自己加自己加去 我懒得加 我头一次见到这种需求 真的是闲的 想加自己去学 想加可以自己去学 今天听课的东西 好像都是昨天晚上听了课的 好吧 反正这个速度我已经经历了 就这么快了 仰慕你每天都想来看一次 你咋办 简单啊 那你就加我们清风老师 去报个名吧 好吧 我发给你 这么仰慕我 加给他 别来这种虚的 我不接受 要来的就来点真实的 什么妈意大利炮对哄 好吧 然后 对于没有基础的东西 没有基础的东西 前面这些内容 你听了就够了 好吧 前面这些内容 然后呢 对于有基础的东西 可以去尝试一下 把自己的一个代码 给它改成这样 好吧 有基础的东西 可以尝试去改一下 没有基础的东西 就实现我们之前 讲的一个内容就可以了 可以吧 有基础的东西 对于没有基础的东西 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先把这个录播